观光局今天举行40周年局庆 包括历任局长 退休人员都一起回娘家 场面十分热闹 特别是陆客自由行马上就要进门 未来观光局也将落实相关旅游平保工作 今天现场摆满来自全台各地的知名小吃和伴手礼 香味示意 而观光局也特别播放国内观光发展历程和相关成就 交通部长毛泽国自此时期许 未来台湾能够成为观光大国 他表示 根据伯克莱大学分析 本世纪人类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观光旅游 对于陆客自由行大门已经打开 观光局长赖瑟珍表示 台湾的观光产业来讲 甚至于就是相关联的产业来讲 都是一个机会 所以我想我们就是用品尝心 用这种热忱好客的心 来做好这种服务的接待的工作 来自花莲的业者 回南署到负责人刘瑞琪也高度的肯定指出 香港的小小的岛国 他们一年有四千万的观光客 我在想台湾我们目前好像一年 国外的观客进来才五百万人 如果我们也有四千万人的时候 我相信整个台湾的经济会脱胎换股 台湾警报记者 夏俊云 许春章采访报导 我们从来的观客 我们可以做好多事 然后我们可以做好多事